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於這次的展覽主要是做老家具的再設計 翻新其實很多人在製作 那其實我是希望它能夠結合新的元素在這個創作裡面 近代 家具 太換率太高 大家就是不符合使用或者不符合潮流 就已經淘汰掉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再被利用的 那像我通常都是可能是半夜 就是可能在路邊亂騎車 可能看到某樣東西 那就會覺得這個東西可能可以變成什麼 那就會就是把它載回家 然後就是每天看每天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感覺其實它是一體的設計 但是剛找到的時候其實下面這一座 是一個舊有的茶几 那我找到它的時候其實已經斑駁了 那個傳統的這種茶几 它的高度其實經過在設計之後 它是可以符合人體就是坐著沙發的高度 那我也是思考了很久就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它只是變椅子 它可能好像少了些什麼 結果發現有人丟了一盞舊的夜燈 但是它其實也是生鏽了 被丟棄不堪使用這樣 我看到的時候覺得它其實是可以跟這個融合在一體的 我想說試著把這兩個東西再結合 這個舊的行李箱 那也是想了一下想說讓它變成怎樣讓它 功能改變 但是它的精神可以繼續傳承下來 我想要用一個大家可能比較平常不會去特別注意到的一個元素 那經過組合其實它是可以看到更多的造型的可能性 所以那時候我選用的是一個水管的造型 因為現在做空間設計後我會發現 每一次的拆除會有很多的舊管線啊 舊的水管 冷熱水管會被丟掉 那其實它其實在表面上在處理跟裁切組合後 它可以變化成很多的造型 那這次的創作主要是把水管設計成燈具 其實用新的或用更好的東西不是不好 但是設計師的價值應該是在於看到東西的可能性 跟它可能發展的機會 世界正面臨全球暖化的這個議題 每天就是這些東西大量的垃圾被製造出來 如果能夠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新的創意 新的巧思 它可能可以讓這些舊有的傢俱的生命 再延續20年或者是30年 學 Prof. Johan 詞曲 – 李宗盛 感谢观看